平川说人静天天聊我们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又到了周末 祝大家周末愉快 玩得好吃得好 当然要睡得好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有趣的对抗 由王林打架暗夜精灵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AL 秋天的落叶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王林 ID叫我不是迅龙士 这就是知名主播Ted 这一局的话 他随机刚好随机到了自己的本族 非常难得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一名红色的暗夜精灵 ID叫香山红叶 这名玩家在网易TNT 那也是前50名 实力很不错 好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暗夜精灵 首发的是KOG 依然原用是这个版本答案 这边派一个小精灵去侦查一下 也看到对方的一个种族是王林 那目前的话暗夜精灵打王林 主流的打法还是出一些什么精灵龙啊 小鹿啊之类的 好我们看看Ted的这一局 Ted这边的话是先造地穴 后造祭坛 哇首发的是乌妖 一个穿裙子的男人 那这一局的话乌妖出来会稍微有点晚 不过出来的时候啊 小狗出来也很多 可以直接开分框 好暗夜精灵 那也是准备好练一下门口的432 双方开局的话暗夜比较的常规 那王林稍微整了一点活啊 好小精灵在这里侦查 来看看对方的首发英雄 诶等了半天怎么还没出来 我自己的大哥都出来了 好看看这里KOG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一技能升的还是小数人 这一边小尸身应该是来分框这里啊 准备好开分框 这边有没有小动物 诶看到一个小鹿 小鹿A掉 等一下的话直接招两个骷髅出来 非常方便 KOG上来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那练完这里看看要不要练一下分框 分框一练是吧 直接开 另外一边的话 小精灵已经侦查到了小尸身的一个位置 知道对方是直接开分框的一个打法 这里直接过来抓吗 我们看一下暗炎精灵反应倒是非常的快 又拉了一个小精灵 两个小精灵来报 第一时间把你的腐蚀之地报给他 把你的骷髅报给他 后面再报一下 过来抓了 过来抓了 确实暗炎前期侦查做得很不错 小数人一招 这里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这没有报成功啊 直接被对方弄瓦掉了 好我又来一个 两个小精灵还是有道理的 一个万一被杀 后面还补一个 这一波的话有四个小数人 那这里亡灵开分框 说实话有点难度 通灵塔被迫取消 那接下来的话 看来抢这个怪吗 这边暗炎精灵 抢怪的话有点难 但是只能消耗一下你的小狗 再一次招两个小数人 这一波的话 小数人消耗的差不多 亡灵还是决定 再次开分框 通灵塔放下 框盖子放下 这里的话慢慢点一下 哎 KOG自己有点扛不住了 我还敢过来 这里又吃了一个骷髅 后面再一发诺瓦 你可能就没了 KOG的话又生命 把对方框盖子给打掉 这边平A一下 还有37滴血 这里再一次把框盖子给放下 前期的话 亡灵 分框开的稍微的有点坎坷 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有点坎坷 但还是开出来了 科技情况的话 暗夜精灵刚开始升200 亡灵 前期的话 所有自然投入到分框 暂时没有自然升200 好 狗流开 前期呢继续练 力气的话 现在是二级半了 再练下去到三 三级之后 有二级诺瓦进攻能力会非常的强 暗夜精灵 还想过来拆一下这个分框吗 他是女猎手 双兵引爆女猎 但女猎手暂时还没有出来 KOG打头阵 现在冰塔暂时还没升好 还可以过来拆 还可以过来拆 这一集的话 Ted这个分框开的有点难受啊 这一波好像还是要拆掉 还是要拆掉 女猎手已经开始来了 女猎手已经开始来 这里的话 暗夜精灵集合一切所有兵链 直接开这个框盖子 但是王林家的小狗也拉了过来 哇力气直接弄瓦砸了啊 没有吝啬自己的这个技能 直接砸下去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保住自己的这个框盖子 这一波看看 王林又把暗夜精灵给赶跑了 然后自己继续开 冰塔已经升好了 稍微的有点防守的作用 暗夜精灵两次进攻 没有拿下 过来自己开分框了 主要是KOG啊 一直没有到二 这边小数人一铲 分框一链 另外家里的话 看看 二本即将升好 双兵银爆女链 二本好之后 可以马上去买一个英雄 又可以继续进攻一下 KOG到二 打了一个力量手套 王林 再分框稍微逛一下 框盖子终于好了 家里的话 看看资源好 还差一点 补一两个小四身 马上可以升二本 然后力气可以选择主度进攻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好 暗夜精灵三个女乐手 加上一个AC KOG的话 回家紧水一喝 状态补的差不多 看看要不要买个二英雄 继续进攻一下 好 力气还是选择继续力 力量三级之后 有二级诺瓦 六级狼 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强击光环 但对小狗来说 没啥作用 倒是力气自己 可以增加一下攻击 毕竟只增加远程 一个单位的攻击力 这里抓了过来 有一个缠绕 带走一个小狗 这一波抓的还是很不错 好 亡灵 这里的话赶紧撤退一下 暗夜精灵 发了一个熊猫 熊猫有个AOE的伤害 进攻能力会比较的强 亡灵的话 分框继续补塔 继续补塔 看看 暗夜精灵也去开一个分框 你对着开 你开分框 我也开 然后现在继续补练一下等级 这里后叫一开 女乐手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赶紧回家补一下状态 家里的话月亮景的数量 看看 三个 再补一个知识古术 暗夜精灵 这个 这个 本来小女乐手 但没有成功 后面有的话还得转小路 好 亡灵 反抓了过来 KOG被围住 哎 破口了 破口了 熊猫 找个好机会喷一下 这里把小狗处理一下 熊猫 看看找机会 一口火一喷 前期的小狗 还是比较的脆啊 力气还是找对方的KOG想杀 这里直接把小狗吃掉 不给你经验值 三级 三级柴饶人 力气过来把他给反售掉吧 哇 还一放弄把砸一下熊猫 这个进攻能力啊 真的是有点强 小狗 往回家了 补一下状态 那悟前的话 王灵站住了局面啊 双冠栽手 科技的话 已经在升了 二本 马上升好啊 因为再补了一个地穴 栓地穴 如果暗夜精灵 一直出女猎手的话 那王灵可以考虑出点天鬼 和你玩 好 暗夜分框放下 现在的话 二本开分框 会导致二本兵成型比较晚 现在呢 还是靠一本兵女猎手在打 家里看看 知识古术终于好了 这边要出点小路了 现在没有升三本啊 出点小路过渡一下 这里暗夜精灵 把六级狼勾出来 看一下 刚才对方打了一个强击光环 一口火一分 打了一本骷髅书 骷髅书现在算是一个进攻的好机会 哇 这个太保守了 分框又补了两根塔 哎呀 本来如果没有 没有补两根塔的话 这个骷髅书一放 还可以给对方的分框一点压力 没办法 太稳了 太稳了 那里去 现在已经三级半 二本升好 直接跳三本 双地穴 双地穴 暂时还没有放一下二本剑主 那里去 骷髅继续招 继续练 另外一边的话 熊猫到了二级 KOG也到了三级 哎 这里的话 没有奶呀 这个女猎手状态不是很好 英雄状态也不是很好 来到找机会进攻一下分框 现在已经错过了机会啊 有点打不进去 塔有点多 把力气继续练 依然用技能炼击啊 这个速度会稍微的快一点 终于到四级了 四级的话 有二级吃 二级吃吃一下 骷髅继练 这个蓝会非常的多 上来的话 哎 换了一个换了一手装备啊 打了一个闪避护服 熊猫一口火一拍 把装备给抢到 这里力气一级吃 一放弄把砸下去 暗眼精灵有小鹿了 看看能不能把力气给逮住啊 力气的话其实没有回程 也没有单传有点危险 这边小鹿 小鹿反应过来了 前面再堵你一下 这边力气也反应过来 没有从这边来走 小鹿没有点到吗 点了一下 这里想继续去追杀 这里往前面能不能堵住 这一波刺激巫妖 千里大逃亡啊 看能不能逃亡成功 身上的话 没有什么保命道具 和女猎手反抓了过来 继续往这边来走 幸好是这一几的巫妖有血啊 否则早就被逮住了 有血跑得有点快 好 跑到商店了 买个回程或者是买个单传 这边还是买回程吧 买单传有点不太靠谱啊 对方有缠绕 黑猫姐率先把缠绕交掉 那你交的我就单传走了 哎呦 暗夜精灵还是有点着急啊 本来要等对方单传的时候 再一发缠绕打断 没想到他这里 哎呦 忍不住直接放了出来 好 那这一波的话 亡灵率先撤退 暗夜精灵把这个点给收掉 目前是双框打双框 科技的话 亡灵三本马上升好 好 这里的话 本来想出这个天轨 但发现对方出小路了 把直接把这个地穴给卖掉 这边屠宰场 双诅咒神殿 哇 亡灵要用库罗海来 库罗海海打暗夜精灵 是吧 初看起来好像不太靠谱啊 因为小精灵自爆一下 本来就有个驱散的能力 只要你库罗海足够多啊 对方的小精灵就没有那么多了 暗夜精灵也是选择升三本 反正双框在手啊 三本一升 后面出点熊 出点鹿 正面可以硬钢 KOG马上到四 熊猫的话已经到了三级 熊猫到三 意味着有二级的火 二级火 打骷髅 喷一下 也是伤害蛮高 哇 亡灵的话 三组周神殿出骷髅法师啊 这一波偷入也是非常的果断 现在亡灵分控啊 比较稳 三个他 暗夜精灵 想冲 难度还是有点大 还是选择冲 三个小数人一招 熊猫应该找个机会喷一下 先把冰塔给处理掉 两个学生赶紧修好 骷髅树一放 这一波看能不能多赚点便宜 熊猫保存回家 哎呦 但是其他部队数量有点单薄呀 对方的话一放弄瓦砸下去 骷髅法师一出 这边狂热一加 力气这个攻击速度非常得快啊 这一波骷髅树 还是放的太晚了 如果早点放可能效果好一点 这边往里 骷髅法师 角落车 被骷髅海已经做好了铺垫了 角落车提供尸体 这边的话 骷髅法师召唤骷髅 而且还特地生好了瘟疫 瘟疫打小鹿很好 瘟疫打小鹿小鹿会一直掉血 目前的话 暗夜精灵 三本生好 哇出山岭巨人 在1.30版本 骷髅海打山岭巨人是打不动的 打一下几乎掉一滴血 但这个版本的话 山岭巨人做了一些削肉 我们看看啊 这非常非常有意思了 山岭巨人大战骷髅海 山岭巨人非常的硬啊 骷髅海呢会非常的多 虽然说啊 单个体输出不是很高 但只要数量到了一定程度 每个人掉一滴血 摸你一下 你也掉一百滴血 好这一波看看 这里KOG有缠绕 再加上小鹿的减速 哎呦 这头熊直接过来送了呀 没有及时交一个单船 保存 好小鹿目前的话 面对对方少量的骷髅 驱散的来着 比较强 哎呦 KOG KOG吃了一个血皮 哎呀 这一波还是交TP了 力气等级太高了啊 一发弄磨砸下去 完全就扛不住 小鹿一直被对方各种瘟疫掉血啊 这一波打完 暗夜精灵没有撑住啊 大好机会 可惜 可惜可惜啊 对方英雄等级太高 好 四级 四级KOG 三级的熊猫 啊 亡灵这里的话 骷髅海马上要发车了 人口方面 现在亡灵49人口 暗夜精灵破了50 已经是52人口了 那看到对方是骷髅海的打法 这暗夜精灵赶紧啊 群补群房多买一点 家里的话多补点小精灵啊 小精灵还是要多补一点 万一驱散能力不够啊 用小精灵去报 现在已经有两个三人就来了 而且提前生好了一工一房 这里想过来练大点嘛 看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搞一个非常不错的装备出来 好 先把966给勾出来 然后慢慢练 三人巨脸往前一扛 小维基 哎呦 又被对方的石头砸了一下 好 亡灵已经瞬间 从40多报到67人口 五个骷髅法师 三辆脚络车 好 要发车了 离取代球 DK带了灰尘 看一下 暗夜精灵 先把这个九级花钢圆练完 然后家里的话 要好好做一下防守了 两个小精灵当门神 一看到孤雷海过来 马上去报一下对方 熊猫 打了个勇气头盔 力量敏捷 各提高五点 熊猫很硬 哇 这个六级浪不打了 赶紧 时间就是金钱 赶紧做好防守 家里的话 没有捕小精灵 还在出小鹿吗 小鹿的话 驱散能力不够啊 对方骷髅 到时候好几对的骷髅 照过来 你小鹿驱散能力 完全就不够 哇 瞬间就找了两对的骷髅 出来 四辆脚肉车 满满的尸体 装载过来了 哇 这一波照下去的话 满瓶的骷髅 还往这边冲 这边暗夜精灵 一看 会不会举花一颈呢 太多骷髅了 小精灵 马上过去报 哇 这里能爆掉吗 我们看一下 精灵能力也出来 小精灵一抱抱啊 把我对方一对的骷髅 但是后面 哇 又招了一对过来 然后我脚肉车 疯狂的拆建筑 熊猫往前冲 一口火一喷 哇 酒火一喷 疯狂掉血 小鹿往前冲 山林居然往前冲 现在双方人口差距太大了 亡灵80人口 暗夜精才57人口 这熊猫喷得很不错 很不错 这边熊猫再去喷一下 这边亡灵 没有群补 一看一下能不能再喷一下 把这些骷髅法师全部喷掉 哎呦 熊猫被上了一个残废 好一色血赶紧保存回家 力气升到了五级 哎呀 熊猫如果能持久一点的话 很可能把这些骷髅法师给解决掉 可惜自己撑不住了 精灵龙这里变蛋 垫一下对方 现在的话 骷髅法师状态不是很好 看看熊猫能不能再找个好机会 配一下 哇 暗夜精灵 这个转型转得有点快啊 山林居然不够 还出了奇美拉 奇美拉 哎呀 奇美拉可能就不太行啊 数量太少 熊猫找机会看 能不能喷一下对方的一个骷髅法师 哇 五辆五辆五辆角落车 赶紧把角落车解决一下 然后这边往前冲 哇 奇美拉被对方上了一个残废啊 有点走不动 熊猫 三级弄完一砸 熊猫扛不住啊 DK 有三级 熊猫再一次保存回家 KOG KOG赶紧跑 瞬间暗夜的部队就被清空了 骷髅海实在是太多 一方弄完砸下去 现在资源方面的话 都有600的块钱的称款 金银龙一个一个过来 就是骷髅海实在一个一个送啊 这个部队要攒成一堆 还有一个成效的打法 四个小树人一招 这里金银龙的位置很不错啊 各种垫对方 把山里居然往前冲 熊猫找机会喷 这里骷髅法师往前冲 熊猫直接无敌过来喷 哇 灸火一喷 骷髅一招 可是无敌时间一到你怎么办 这边奇美拉 又出来了一个熊猫被围住了吗 熊猫被围住 这边保存也没好好保存好了 然后吃一下 倔井 井水一喝 哎呦 骷髅海太多 骷髅海太多 五级力气 这个输出有点炸裂 马上要到六级了 熊猫找机会再喷一下 能喷到吗 我们看一下 灸火一喷 哎呦 还是没打死平 哎一下 这边力气升到了六级 一方诺宝砸下去 四级熊猫打架 哎呦 DK升到了四级 暗夜精灵 还是打出了几级 我们恭喜退的 这一级的话 暗夜精灵 如果能再拖两三分钟 有可能能防住啊 王林这一波台名点 还是抓得很不错 好 我们恭喜退的 骷髅海大战山岭巨人 非常有趣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